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就講一下英國新聞 都幾有趣 最近他們在談財政預算案 就好像我們香港那樣 香港很多招 英國也有很多招 但是英國的招 就很多招跟你拿錢 哇 在講是500億 400億就派了給當時COVID 再加100億的赤字 500億 英國有些援助 英國就要出一個新法例 出辣椒 可以直接在你私人戶口扣 所以很厲害 稅局的權力 在很多地方是很大的 為什麼很多人移了英之後 沒多久收到 你還沒有填補所有資料 原來英國是可以合法 完全合法 不需要你同意 是把你所有私人戶口的資料 全部拿出來 所謂的私隱 其實是沒有的 你不要以為 外國地區就很注重私隱 其實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 這是我們的幻想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很美化一些 因為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多些 是有需要的 無論是 你在做一個決定 或者想法 你知道多些 都是很有需要的 很多人移了雲之後 過了去 就申報自己的東西 有了什麼資產 這樣 原來很厲害 原來 你大陸有層樓 就知道 你大陸戶口有多少錢 你也知道 香港有多少錢 你全球有多少錢 他全部都知道 有什麼物業 他都知道 而是不需要驚動你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個協議來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協議 但是他簽了這些協議 是不需要經理 同意的 是全部都知道的 如果你想在英國住 就一定要披露這些東西 很厲害 不要說美國 美國更誇張 美國查稅那些 那些權力 比CIA更大 你欠稅 比你犯法更差 現在再修訂 就可以直接扣列斯人戶口 為什麼 還有 兒童戶口 原來 你傳多過一千元港幣 大概 你傳一千元港幣 都要報給稅局 原來要扣稅 兒童戶口都要 你真的 你一千元在香港 很少而已 一千元買東西吃 還有 你過錢給別人 也是不行的 過錢又要扣數 不知道你幾萬元 就要扣一次稅 你要申報 你說煩不煩 我不要說 這個制度好還是不好 很多人覺得 在英國很多公園 很好玩 那些東西很便宜 但是你沒有計算這些數 還有有多麻煩 我覺得如果我人生 是不停在這裏計算這些 這些壞事 真的暈倒在這裏 有個政府是很沒錢 日不夫之 現在新的工黨 不停在這裏計算 14年前的統治 他們搞到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這樣做 那你就 你說怎麼搞 真是很頭暈 首先 兒童儲蓄 原來是給稅的 你若果 我開戶口給兒子 給女兒 100磅就要交稅 所以 他當你避稅 全錢進去都不行 但除非你是早父早母 即格一級 若果你自己的子女 你給錢 你兒子 我給你錢 都不行 都是犯法 都是要扣稅 你都要申報 你想想 這些事少 但你有多少事情 煩著你 他搞這些事情 你不如賺錢好過 所以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效率 你兩看 你真的拿他的福利 即是不要說拿他的福利 只是存錢 有兒子的戶口 女兒的戶口 都要申報 好了 那移民了是不是很好呢 那 英國 和 美國 和這個 芬蘭呢 其實有很多人 走到芬蘭那邊 都是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看了一段帖子 就是有些在芬蘭住 就想來香港住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難民太多 他好像是 之前是九百萬人 去到一千二百萬人 多了三百多萬 但是很多都是敘利亞 其他地方來的難民 那這個問題 是全球都有的 尤其是西方國家 這陣子是多了很多難民 全部人找不到吃 真是嚴重 這個我下次再說 那他們現在怎樣可以直接扣你戶口呢 就是他們有個最大的部門 叫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 DWP 提議呢 就說 我們呢 有權呢 直接扣你戶口 就是不需要經理 經理 批准 去看 就是沒有私隱 直接說 如果戶口有可疑 就是 它裏面有筆錢在這裏 但是誰知道呢 它又收緊政府的援助 可以直接幫我查出來 然後馬上扣回他們的錢 哇 這個權力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 喂 我們這裏沒有私隱 沒有自由 大佬 有很多自由 你有的 你不珍惜而已 你不知而已 對吧 就是 你去到那裏 原來可以這麼辣的招 可以什麼都看到 總之就要申報清楚一點 尤其是加拿大也不少東西的 大家都肯定聽過 那個藝人鄭丹瑞那件事 就是因為 漏報一些東西 尤其是稅務專家教他 這樣可以避免 唉 這樣就糟糕了 我常常都說 喂大哥 哪裡可以避免 避免 就不是這個政府 就不會那麼財困 財困就是 它是用盡所有方法 使你一定要避免 你是避不了的 接著有些方法 很灰色那些 你一是不查你 查到你 罰多些 就是他的真相 上次鄭丹瑞那件事 都好像罰到差不多要破產 就是 你再多 其實我也有分享過的 那不是說香港沒有 我有個 就是我妹妹的男朋友 就是這樣被人罰了一千萬 只是那個兒子沒有交到某些稅 這個我上次說過 你找回那條片 不過很久了 差不多三年前 他差不多要把那些股票戶口 清掉 拿來交稅 所以有時候 你真的要清清楚楚 要不然 就很麻煩 尤其是在外國地方 是更加不可以欠交任何稅款 這件事很嚴重 好了 你覺得有用 就分享給朋友 下面留言討論 你覺得怎樣 以及你們知道的情況 這個法例 會不會通過呢 還有財政預算案 有什麼大件事 大家可以分享